宣傳新北市包種茶 新北市長侯友宜 沒因為要選總統 荒廢市政 不只茶葉比賽拿冠軍 尤其總統路上更不能落後 根據ET Today最新民調 SAKA都情況下 賴清德以36.4%暫時領先 侯友宜27.7% 柯文哲暫時落後 只有23.1% 另一份正常國家文化基金會民調 賴清德也以34%支持度領先 侯友宜柯文哲都是23% 打成平手 不過如果郭台銘當侯友宜副手 民調大幅拉升至30% 跟賴清德只差3% 和柯文哲搭配支持度也有27% 郭台銘的吸票功力不容小覷 我相信民調都是一種参考 很多的政見如果能夠納在一起 大家一起來共同的兌現 來讓我們國家能夠平安 永遠的走下去 侯友宜又想走下去 整合黨內功夫必不可少 前一天拜會王金平後 臉書接連PO出 請以前行政院長陳冲 毛治國貼文 侯友宜說要集結眾人智慧 兌現共同政見 但卻獨缺郭台銘 郭董就是我們一直非常尊重的經濟產業的領導人 尤其他在經濟產業在這幾天也提出他有一些看法 會一一的把郭董的政見納到我們裡面的政見來 喊話納入郭台銘政見 郭台銘也在國民黨徵招 心情沉澱十一天後 臉書發文談創業 要帶給年輕人新的希望 給青年創業家更大的格局 就是絕口不提政治 看來會一想整合藍營 還有一段路要走 靜新聞新聞方不封阿公養麥 參謀報導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盛盡美 盡好新聞